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往西面延伸来到我们台湾这附近 不过我们台湾主要还是受到高压边缘的影响 所以虽然有一些沉降气流 但是不是很明显 所以明天开始的天气 最主要就是上午比较气囊炎热 但是中午过后还是比较容易有午后雷再雨 那么另外一个大家所关注的 就是菲律宾东方的热带性离奇 那么预计未来还会有小幅度增强的机会 但是增强到变成轻度台风的可能性 是比较偏低的 只是要留意它的路径 还是会往我们台湾的东方海面来靠近 要留意的就是在周末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是跟我们台湾最靠近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距离太近的话 要留意它的外围环流云气 有可能为我们迎风面 这个北部东北部带来这个降雨要特别注意 那么接下来几天 我们台湾都是受到偏南风的影响 天气大致上都是比较偏稳定 只是容易有午后热队流 比较容易有午后雷震雨 所以来看一下容易下雨的地区 最主要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山区 比较容易在中午过后会出现这个午后的热队流 那么接下来四天要特别聚的是 在这个下礼拜一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热带性低气 如果比较接近我们台湾的话 有可能会带来这个中北部东北部比较明显的雨势 不过因为时间还长还久 还有一些变化的空间 所以未来几天要持续的来关注 那么其他像礼拜五到礼拜天的话 最主要就是山区比较容易有午后的热队流 那来看一下在温度的部分 北部的话低温大概在25到26度 中午高温36到33度左右 那么在我们的中部的话 低温是26度 中午高温是31到32度 在南部的话呢 未来的一个礼拜低温是27度 中午高温30到31度 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大致上都是这个多云道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个天气的情况 那么绿岛跟南云呢 相对来说降雨几率比较偏高 明天各地天气上午都是比较晴朗 但是中午过后各地呢都几乎都有这个 午后热队流发展起来的机会 尤其在山区要特别的来当心 所以最后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第一个黄门云气逐渐北台远离 那么各地都是过于多云道晴的天气 逐渐的转趋稳定 因为受到太平高压边缘的影响 但是要特别注意午后雷震雨 还是会很明显 尤其要留意打雷闪电 那么偏南风的影响之下 天气会比较闷热一点 所以提醒大家多补充水分 还有注意防晒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